傅政華落馬大陸律師界叫好 專家指還有大老虎可能落馬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布退出政壇 拒絕推特永久封鎖 川普訴請法院強制恢復帳號 美國兩黨分歧巨大 個半川普支持者贊成脫離聯邦 澳洲女州長辭職接受調查 前男友與中共關係密切 失敗了,大量無人機表演途中墜落 慘變空襲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剛剛被傷開無奈 兩天後10月2日 中共中紀委網站宣布 原司法部部長傅政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調查 北京消息稱 傅政華被捕和孫力軍案有關 從當中共十幾年政治打手的傅政華落馬後 引發大陸律師界熱議 專家分析 中共官場將出現大清洗 或者有更多老虎落馬 66歲的傅政華從北京市公安局普通偵查員做起 一路爬到中共北京市公安局長 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司法部部長等高位 其是受到江派高官 前北京市委書記劉奇 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等人的提拔 此前 在大陸發生的多起獲得國際港犯關注的人權迫害案例中 都有傅政華的影子 或尤其導演 例如709打壓律師案 據說就是傅政華一手挑起 從2015年7月9日起 中共在多達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 傳換、刑事拘留 約談了上博委律師、民間維權人士、 上訪民眾及其親屬 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 這就是著名的709事件 多位律師遭受各種酷刑折磨及被判刑 人權律師江天勇表示 傅政華和孫力軍在709大渣暴中 都罪大惡極 但他們只是高級別的打手而已 罪魁是他們上面親自決定、親自指揮者 只要罪魁仍高高在上 幾個打手被捉不能說明邪黨要改言逆徹 但與魔為伍作惡害人 最終被魔鬼吞誓是必然的 北京胡玉律師表示 傅政華對法治倒退的推動作用有目共睹 這個結果深得很多人心 推特網民魯蘭表示 再狠的角色亦難逃懲罰 國內人權律師圈已經在沸騰了 傅政華主政司法部以來 國內律師的生存環境越加惡劣 很多律師被調證 現在傅政華也需要律師了 另據《大紀元》報道 傅政華曾作為610辦公室主任 是迫害法輪功的幕後策劃指揮者 已被法輪功學員舉報到29國政府 610是1999年由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親自下令成立的專職鎮壓 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 近年來610頭目紛紛落馬 例如前610領導小組組長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610辦公室主任 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 610小組副組長 河北省委常委周本信 610小組副組長 前河北政法委書記張悅 610辦公室副主任 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610辦公室副主任彭波等 北京時政觀察人士華婆對大紀元說 整個官場都在大整宿 沒哪一個官員是絕對安全的 尤其是政法系統 江派人馬把持很多年 習近平肯定要落重手清理的 為了不讓政法系統停擺 要逐步清洗 這個清洗的週期應該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時政評論員黃友群說 2021年是中共二十大前的關鍵年 對江派來說是將習近平趕下台的 最後機會 在這一輪較量中 可能還有江派大老虎落馬 中央社報導 10月2日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布 任期屆滿後將退出政壇 人民調最高的杜特爾特的獎女 拉薩登記參選立馬市長 他的支持者轉向支持前總統馬可士兒子 小馬可士 菲律賓憲法規定國家元首不得連任 76歲的杜特爾特9月初 曾接受執政黨提名參選下屆副總統 但參議員克里斯多福吳 10月2日登記參選下屆副總統後 杜特特表示將退出政壇 他說在不同的民調和很多論壇上 都反映出普通的菲律賓人看法 大多數菲律賓人認為 我沒有資格參選副總統 今日我宣布我將退出政壇 菲律賓反對陣營 全國民主力量聯盟曾批評 杜特爾特國族下屆副總統 是出於對國際刑事法院 和國內司法系統 可能向他問責的恐懼 相信菲律賓人民會意識到他口顏無恥 自私和追求私利的動機 非國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6月調查結果顯示 六成受訪者認為 杜特特國族下屆副總統 違背憲法精神 民調機構亞洲脈動9月上巡訪談 2,400名菲律賓人中 支持杜特爾特競選的只有14% 參議院以掌索托爾25%支持率領先 而有望競選總統的薩拉 在臉書公布要尋求連任南部大城立馬市長的消息 讓不少支持者失望 然後將目光轉向小馬可視 小馬可視9月初表態 正考慮出馬參選下屆總統 川普的推特帳號在國會事件後 被以恐有煽動暴力風險為由永久停用 引起保守派批評不當封殺 路透2號報導 川普已訴請佛羅里達州聯邦法院 強制推特官方恢復其帳號 川普1號在曼阿密向聯邦法院提出請求 指推特在1月間在國會反川普勢力壓迫下停用其帳號 要求法院對推特發布禁制令恢復其帳號權限 川普7月間也控告推特 廉書、谷歌及其高階主管指控他們違法封鎖保守派觀點 川普律師團隊在訴訟中指出 推特對美國政治論述行使某種程度的權力和控制 萬無邊際且史無前例 深深危害開放的民主辯論 訴訟也批評推特允許塔利班頻繁發布 在境內軍事行動勝利的消息 卻在川普執政期間審查、標示其推文為誤導性資訊 或指控推文違反推特反暴力神聖化的規定 在被封鎖前 川普的帳號擁有超過8800萬名追隨者 是極具影響力的社群媒體工具 據今日俄羅斯RT報導 10月1日公布的一項針對美國人的最新民調顯示 有關更贊成美國民主黨州或共和黨州脫離聯邦 成立各自國家的這一調查內容中 若有52%的川普支持者認為是其中25%的人強烈贊成 若41%的拜登支持者也贊成這一想法 其中18%的人強烈贊同這種觀點 CBS指出 該民調由維加尼亞大學政治中心等機構合作進行 目的是找出美國社會的分歧有多深 這項民調向1001名川普支持者 和1011名拜登支持者 共提出了300個問題 然而 僅這一項結果已讓美國媒體震驚 此外 肯有關來自對手黨派的民選官員 對美國民主構成明顯且現實的威脅的調查中 84%的川普支持者表示贊同 其中57%的人強烈贊成 另一邊 80%的拜登支持者也支持這一觀點 其中51%的人強烈贊同 肯關於共和黨或民主黨 想要消除進步或傳統價值觀 對美國生活和文化的影響的調查中 近90%的川普支持者表示贊同 78%的拜登支持者也有同感 至於在擔心自己 或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人 未來可能會因為反對黨政策的影響 而遭受個人損失或痛苦的調查中 82%的川普支持者存在這一擔憂 80%的拜登支持者也表示憂慮 RT報導說 在有關媒體的問題上 兩黨支持者的受訪者都認為 支持對方的媒體實際上就是對方政黨的分支 77%支援民主黨的受訪者認為 福克斯是共和黨的新聞機構 而88%支持共和黨的受訪者認為 MSNBC是民主黨的新聞機構 RT認為 造成分歧的不一定是仇恨或鄙視 在很多情況下是恐懼 維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主任薩巴托說 川普和拜登陣營的分歧非常巨大 將難以修補兩者關係 10月1日澳洲經濟規模最大的州 新南威爾士州州長貝雷吉克連宣布辭職 他可能涉及其前男友的案件 其前男友與中共關係密切 該州廉政公署表示正在展開調查 據ABC等媒體報導 貝雷吉克連在新聞發布會中表示 正在調查的問題是歷史問題 但由於調查可能會涉及很長時間 他別無選擇只能辭去州長一職 當日新南威爾士州廉政公署表示 他正在調查貝雷吉克連 在2012年至2018年期間的一些行為 是否違反了公眾信任 因為他與當時的新南威爾士州議員馬奎爾有私人關係 潛在的違規行為 涉及承諾給馬奎爾的 抑加抑加選區的社區組織發放補助金 以及他是否未報告或鼓勵馬奎爾的腐敗行為 10月18日將舉行的公開調查 該委員會將審查貝雷吉克連的公共職責 和私人利益之間是否存在衝突 貝雷吉克連去年10月接受廉政公署調查時承認 他與涉及多宗貪腐案件的前州議員馬奎爾交往 兩人的親近私人關係自2015年開始至去年8月結束 馬奎爾自1999年起擔任新州州議員 他曾被指疑似替中資房地產商與新州地方政府牽線 從中收取佣金 因此在2018年7月 在黨內外政治壓力下辭去州議員職務 在另一宗疑似貪污案件中 廉政公署還指控馬奎爾利用自己 新南威爾士州議會亞太友好小組主席的身份 曾替深圳亞太商業發展協會向多個太平洋島國拓展商機 並獲得不當利益 《每日電信報》網站曾報導 一名不具名的新州內閣聽長認為 貝雷吉克連和馬奎爾的秘密交往關係 絕對會引起中共情報機構的高度興趣 另一名內閣聽長也表示 外國勢力在發現貝雷吉克連的秘密戀愛關係後 他可能已成為被外國勢力威脅的對象 貝雷吉克連與中共政府的關係 也引起廉政公署的關注 他去年10月在參加聽證會時 廉政公署官員出示了一張 他與馬奎爾和習近平會面的照片 10月1日 河南鄭週晚一場無人機大型表演 很多亮著燈光的無人機 從高空中往地面墜落 當場變成空襲 現場尖叫聲不斷 大陸媒體消息 鄭週當晚無人機表演中 大量無人機閃爍著燈光飛向天際 在高空中排列出不同圖形 沒想到才變到第三個圖形 竟然開始有很多無人機失去動力 從高空中往地面墜落 當場變成空襲 下面的民眾連亡逃犬、閃避 心怕被無人機摘中頭部 尖叫聲四起 主辦方鄭州高新區萬達廣場 人員宣稱 這起以外發生後 立即將所有無人機緊急逼降 沒有民眾受傷 懷疑是同行惡議競爭 干擾無人機才會導致跌落 以針對此時報警立案調查 不過2號主辦方對官媒改口 說是人員操作不當造成無人機跌落 對此 有網友發推文說 中共偷渡西方技術 只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這也是中共高科技女女出現問題的原因 還有網友說 芯片過期失靈了 沒芯片了 還有些網友認為 淹死這麼多親人 鄭州有冤魂啊